人家说我为爱走天涯 为了爱你愿意放下一切 飘洋过海在人们眼中的 黑暗大陆 非洲吗 今天我们的封面人物 她不只到非洲 而且她还走入贫困的环境 当子宫散播爱的种子 欢迎蔡戴玲小姐 你好 嗨 主持人好 还有我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戴玲姐她其实 去非洲的墨山比克 这个地方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真的很陌生 因为她位于在非洲的东南部 而且当地的全国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他们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所以你到当地 是看到了天堂跟地狱 你可以谈谈吗 台湾人不知道的墨山比克 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 其实很难想象 三千多万的人口 只有8%的人受过中学的教育 然后五岁以下的孩童 有53%是营养不良的 然后当然就是水电缺乏 卫生方面的观念是缺乏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比如说就像当时 很天真的想说 我要在社区里面办一个茶会 那我提着那个电热瓶 准备了茶点 然后去到社区里面 发觉说没有插座 又没有电 没有插座 然后就很尴尬 然后那个水还要去等他们去走 20分钟半个小时去提水回来 所以这个茶会就办不成 然后就觉得自己太无知了 对当地的生活怎么那么的不了解 它到底有多落后 就是我很难想象 比如说在3000多万人口 只有4000多位的医生 75%又在首都 可以去想象 那当地人生病 他只能去看乌医 对 那甚至还流传着一些 活人灾器官祭祀 然后白子 Rine down这个时间点 对 然后白子的小孩 大家都要保护好 我们也曾经就是这样子去协助他们 因为白子据说做法的法力是很强的 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把分享 你生病要去看医生 不是要去求做法 听起来莫三彼克感觉 贫富悬殊非常的大 但是其实你嫁入的这个家庭里头 你的老公常让你会觉得说 相对来讲 在当地比起来是比较优渥的 那优渥的环境 可是你又愿意走入当地去做志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激发你想要做这样的行动 其实记得零八年嫁过去 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活 但是真的很感恩先生 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给我的生活条件并不会太差 那我记得当时有机会跟先生出差 备受礼遇 然后住总统套房 那这样的一个机会 几次下来就会觉得说 哇 到底要花多少钱啊 那当时就觉得说 哇 这个费用 其实在这样贫困的国家 可以去做很多事 可以帮助很多人 那顿时就觉得说 不管这个花园在美丽 然后床在大 房间在舒适 就觉得顿时是快乐不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说 其实是比较空虚的 那也会甚至会觉得说 天啊 我在消自己的福报吗 那就觉得应该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是从这个度假的例子 然后激发你说 你想要当志工吗 当时有机会这样子走进去 这些部落里 村落里 了解他们的生活的时候 第一个很震撼我的是 有个叫Ludish Ludish的一个妈妈 她是双膝双手这样子的残障 走路着 带着三个小孩 还带三个小孩 对 那重点是 她是卖花生 那我就很好奇 她到底是怎么养育家里的 对 我就跟着她 她就这样爬着 走出去路边 那我就看着这个沙 滚烫的沙 然后还有泥泞 然后走到了马路边 柏游路上 哇 很烫 她的手脚都是茧 对 破屏了吧 她去到卖花生 那我想说 那花生怎么来的 我又陪着她 就是她教我怎么炒花生 怎么包装 然后怎样子去卖 问她在那一个月多少钱 多少钱 她一个月就赚了台币五百块 一个月五百 当下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出去吃一顿饭 然后就会觉得五百块 其实一眨眼就没了 对 可是她是这样辛苦三十天 然后养着小孩 那当地的学习环境好吗 比如说他们在上体育课好了 或者是在上电脑课好了 它多半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你们又怎么做呢 其实比较不舍的就是 当地只要有一些灾难来 其实本来就很简陋的校舍 可能就是变成在树下上课 那看到他们学校踢的足球 是用塑胶袋做的 塑胶袋 我们用的那个塑胶袋 对 当球 当球 所以其实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 而且不只是那个塑胶袋的足球 那他们的整个 没有什么玩具跟童年 还有教具也没有 比如说他们上地理课 对 也没有地球仪 也没有地图 那怎么办 就在残破的黑板上就这样画 那还有电脑课 高中生的电脑课 没有电脑的 那怎么做 就在黑板画键盘 黑板画键盘 然后这样打字吗 对 黑老师就这样教电脑 无法想象 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 就是让他们有透过比赛竞赛 然后又给他们地球仪 可以给他们地图 可以给他们足球 你知道那个全校师生 那种欢声雷动 你就觉得 其实我们只是做一点点而已 那但是可以带大家 就是大家是这么的欢喜 那其实看到这样也会觉得 其实他们也很自主 那我这几次是也要这样来学习 所以我都觉得是不断 从他们身上去做很多的学习 你之前就有讲到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你在帮助他们 其实真正疗愈 他们会疗愈你 对不对 是的 因为透过他们的回馈 让你觉得这个善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不断地传递下去的 而且也不断地支持你 其实必须说 一个人嫁到了非洲 那虽然 其实要面对很多的考验 那虽然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 自己生活是无语的 但是在这条路上 也面临非常多的考验 包含最现实的 那个 曾经也经历过三四年 非常的低潮的生活 但是我都觉得说 其实只要去问问自己的心 这是我要做的 我做的是欢喜的 人生就像在画一幅画 那其实那个画笔 就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那今天这一面心 我要把这一块画布 画的是很灰暗的 还是彩色的 其实是靠自己来决定的 那所以只要是能够专注在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上 这块 这个笔 这个心 它是正确的 那其实怎么画出什么样的色彩 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你一开始要去非洲的时候 你的父母有反对吗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那时候心情又是如何 会不会很煎熬 会啊 当时 但是当时其实没有很煎熬 因为觉得 我其实两三年就回来了 可是你要去之前 你父母是支持你的 他当然就是说 不会支持啊 因为他觉得说 好 你就去了两三年就回来吧 那总是妈妈就觉得说 就是让你去尝试 而且其实 我跟我先生的理想 都希望能够怎么样 去把台湾所学习到的经验 可以奉献在当地 那我觉得妈妈也认为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要回来 对 那后来你决定有要回来吗 没有 后来当其实走上了 志工这一条路的时候 会发觉 其实我们所学习到的一点点 可以在当地怎么样 很用心的 可以去分享 然后如果可以去 启发更多的人 然后当地的人被启发了 被影响了 他又可以比我们更有力量的 去带动跟影响当地的人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所以当时就跟家人说 好我这辈子就留下来了 你做事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对 那在时间目标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经历 痛苦 磨难 但是戴玲姐说的对 写人生剧本的 正是你自己不是别人 希望大家继续持续的支持 你自己的目标 不要轻易的放信 谢谢戴玲姐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拜拜